大家好,我是在Corp工作的文谦 今天要与大家讨论的是爱尔兰能够打新冠肺炎疫苗的安全性 以及能够施打的时间和施打后要注意的事情 这是一个来自爱尔兰卫生服务管理局HSC的视频 里面的信息来自于医师与科学家,所以尽请放心信任 我们知道有些人感染新冠肺炎后病情会非常严重 爱尔兰也有数千人死于新冠肺炎 全世界也有数百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可是我们不知道新冠肺炎会对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个免费的疫苗将保护大家免受感染 爱尔兰使用的疫苗非常安全 因为我们使用的所有疫苗都必须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批准 这个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的团队只会为安全有效的疫苗和药品放行 任何药品或疫苗都可能存在一些副作用 大多数都比较轻微包括手臂痠痛,感到疲倦,反胃,肌肉和关节疼痛以及发热 这些常见的副作用通常会持续一两天 过敏反应等更严重的副作用比较罕见 全世界也有数百万人接种了疫苗 我们正在密切监测其副作用 如果您怀有身孕或有任何过敏症 请告知为您接种疫苗的人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向他们询问 您会得到一本包含各种详细信息的手册 介绍疫苗的副作用和益处 这个手册提供多种语言版本 您也可以在hsc.ie的网站上了解更多信息 疫苗首先提供给65岁及以上人士 医护人员和65岁以下患病人士 如果您属于以上组合 您的雇主或hsc.ie会通知您接种疫苗 下一组接种疫苗的人是在密集环境中 生活和工作的人 这包括了住在直接提供地区 direct provision的人 不同人士接种疫苗的数据 可能会有所变更 不过不用担心 hsc.ie会通知您何时接种 即使您已感染过新冠肺炎 我们仍然建议您接种疫苗 确保为您提供可靠的保护 以防再次感染 我们不会强制要求您接种疫苗 不过我们还是建议您及时接种 如果您决定不接种疫苗 这并不会影响你在爱尔兰的合法身份 和您留在爱尔兰的申请 请注意打了疫苗后 还是会有一个很小的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即使您自己没有患病 还是有可能将新冠病毒传播给他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 请洗手 保持距离和戴好口罩 如果出现一次新冠病毒的症状 请打电话联系医生 网络上流传的信息不见得全部正确 请小心挑选信任对象 检查信息的提供来源 您可以向GP寻求新冠肺炎的有关信息 您也可以到hsd.ie上查看 感谢观赏 请分享给其他也说中文的人 谢谢 注意安全 感谢观赏